在新宝市拿口有一間車行 讓人開窗窗戶 萬一是因為有桌子沒救婚 但是這次不知道 這車行已經換老闆 是找不到人 警方接到報案 現在有抓到五個檢測 也要去對手請的來源 另外 一樣在新宝 是在新店 有交車幾乘喝減 去撞到過路人 警察罷了 在通訪台客 找到車 但是人已經不去 警方在新店市 向警車警示車入車 因為頭前這台黑色的嬌車 跟他10件不停 又再吹用門渡走 警方應不算電 通報到三天 不過這台嬌車 為了要渡走 也沒有人在過班 買算直接撞過去 造成42下45的路逐 倒腳骨回到很嚴重 發現一部車牌與車體 明顯不符之可疑車輛 罪名警報器予以攔查 該車攔查不停 本所立即通報攔截尾骨 並持續穩隨待機 這台黑色的嬌車 車身跟車接不符合 原路撞火車過路人 各路就收起車 而且一直換車牌 向頭方的方向導走 要讓警方在台客 找到被彈掉的車 不過已經沒看到人 但是已經鎖定 嫌犯的身份 另外來看一樣 是在新北市的南口 警方跟嫌犯厚重車 南口這間車行 前幾天讓人開 幾度穿空 原來是真正的老闆 欠人錢沒行 這次不知道已經換老闆 來這裡開窗試尾 警方依照三所抓到五個人 本分局日前互報 一起持槍恐嚇案件 警察是本匣 某車行前老闆 機械堵載十位處理 載組不滿 持槍上門恐嚇 警方查到四個 當地窗跟一支電波窗 信討依照違反 政府大床都還關這條例 也要求更多以上畫板 並且繼續對照前的來源 記者綜合部讀